1. 居静一抛弃半永久 有一说一,居静一的营业能力还是挺强的,这么多年也没出什么恋情绯闻,她的团队也会做人,每次媒体采访都会给人送点小礼物,然后再让工作人员去对接,媒体现在在她身上也挖不出什么黑料,除了她的后天脸,当然,尽管本人不承认,但这个全网皆知她有变脸哈,有枕伤伤伤。 那才是雪中送炭,锦上添花,2. 河马回内鱼发展,河马他现在的重心,就是在学业上,毕竟是哈佛出来的人才,长得还帅,等毕了业,再决定从事哪行也不迟,书还是得多读点好,还有网友直接点评,如果当初没从修炼营退赛,可能人就是内鱼学历添花板了,但是有一说一哈,就算他学成归来重新进圈,那也是进的霓虹娱乐圈, 他家里还是挺反对他来内鱼发展的,3. 黄子涛徐一阳领证,这个不太可能哈,小涛总还是有点游戏人间的意思,女方这边绝对是有结婚的想法的,但是男方没有也没办法,杨子本来就是拼命三娘,一年接三至四部戏,这两年,才慢慢放缓工作节奏,但是一年在横店待的时候也过半了, 剩下的时间大多给的综艺,极少数时间给到自己,不过现在某人有恋情了,还会抽出时间陪男朋友,哈哈哈哈,杨子他现在还是在古偶圈打转,不过,人家暂时是不会离开这块的,他在这块有优势,杨杨内心更倾向于烟破月这类角色,而不是偶像剧,当然,这不代表他就彻底不演了哈,他是古装这块的天花板,圈圈也吃他的盐的, 他现在和鹅场是深度合作关系,鹅场这边打算看且是天下的战绩,来决定,再给不给他偶像剧大制作,特战荣耀已经算是成功了,他也因此拿到了一个证据资源,和很多老戏骨合作的那种,他很重视这个资源,打算为此好好准备,与此同时,他现在也是想打破自己的高冷形象,不然接角色限制有点多。